哈喽大家好,我是海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波霸珍珠小料的做法 这碗小料用到了原料有白砂糖、琥珀珍珠、冰块以及直饮水 先在锅中加入1000毫升的直饮水 用大火将它煮至沸腾 然后加入200克琥珀珍珠 搅拌至浮起 待浮起后计时25分钟 期间我们可以搅拌几次,防止粘面 煮好后我们可以关火 继续焖30分钟 焖好后将珍珠过滤出来 用直饮水冲洗 可以加入适量的冰块一起冲洗 让珍珠更抠弹有嚼劲 最后将冲洗好的珍珠倒入容器中 加入适量的白砂糖 直饮水 搅拌均匀后备用 这样子就做好啦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了 了解更多茶饮产品制作 以及开店干货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小兔奔跑茶饮学堂 记得关注我们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